高雄三名区有驾驶没有遵守耗置行驶在路口右转 结果撞上了女骑士 女骑士被撞飞惨摔在地 而另外岗山也有重机骑士经过路口时 被公车左转给撞上 这名骑士连人带车卡在底盘 还让消防队员前来时必须要出动千斤顶 才可以把人救出 公车路口左转没想到右侧冲来一辆重机 车头对车头直接撞上 骑士连人带车卡进公车底盘 警销货报火速赶往救援 抵达车祸现场只兼公车挡风玻璃 裂成支柱网状 保险杆也撞破一个洞 消防队员赶紧出动千斤顶 将骑士救出来 事发在18号中午11点多高雄岗山区 当时公车载着一名男乘客要回总站 经过路口左转 没想到和重机骑士发生碰撞 骑士一人受伤 双方均无酒驾行事 公车没有离让重机 重机路口没有减速各有罩则 另外在三名区 轿车驾驶不遵守耗制 路口违规右转 撞击女骑士 不止女骑士手脚骨折 就连车上驾驶父亲也因此受伤 赛姓女子 手部脚部及骨盆有骨折现象 乘客疑似有头部及脸部的超臭伤 行径路口除了遵守耗制指引 更重要的是减速慢行 毕竟十次车祸九次快 记者邓明高雄财务报道